等不到曙光卻有意外的驚喜 在今天一大早 也有很多民众冲上荷欢山 要抢看新年的第一道曙光 大辆车潮 是把整个昆阳停车场里里外外 挤得水泄不通 虽然今天因为天气的关系 这阳光并没有准时现身 但是来到8点50分左右 天空却下起了冰线 让现场民众觉得兴奋又惊喜 好多哦 捧着双手接住一颗颗冰晶 元旦当天南投荷欢山 8点50分下起一分钟冰线 民众好惊喜充满喜悦 冰线 看到有没有很开心 有啊 跨完年之后我们 三点从雾峰出发来这里 不少人超乐写 2024第一天天没亮 就夜冲荷欢山抢看曙光 大家也做足防寒准备厚厚羽绒衣 加上毛帽手套不畏低温 也要上山追曙光 结果还没看到 就先被车潮吓了一跳 5点的时候 然后开车来着 是蛮多车的 有下到 蛮多车的 整条道路水泄不通 一辆辆车子被卡在车阵中无法前进 一旁昆阳停车场更是满满满车多到停不下 为了缓解车堵远景到场疏导交通 进行双向管制缓解塞车情形 新年第一天民众上山追曙光 虽然因为天后关系太阳公公没赏脸 但早起的鸟儿有从事意外迎来冰线 让新年第一天留下深刻回忆 解针如车南投报道